加州卫生厅厅长加利表示 6月15日之后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 几乎可以回到过往的正常生活 例如出门逛街、去超市、进酒吧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至于尚未打疫苗的民众仍要待在室内戴上口罩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否打过疫苗 民众在进入某些特定场所时仍然要配合规定戴上口罩 例如搭公车、火车、轻轨、飞机等任何大众交通工具 或者是进出医院和疗养院等医疗机构 都要戴口罩 另外还包括进入学校、教室、托儿所 以及室内工作场合都要戴上口罩 此外像是室内的球赛、会议等大型活动 民众必须出示疫苗卡或阴性检测报告才能入场 而没有接种疫苗或阴性检测证明的民众也不得入场 至于美食节、演唱会等户外大型活动 尚未打疫苗的民众只要戴口罩出席仍可入场 东云上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